冬天如期而至 突然降温不以外出 窝在家里煮上热腾腾的红酒 真的太温暖了 冬天你的第一串草莓冰糖葫芦你吃了吗 快跟我一起做起来吧 其实特别简单 准备好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一定要擦干表面的水 找一口小锅 按照2比1的比例放糖和水 熏用大火煮出水分 记住一定不要搅拌 当看到起泡时就可以转小火 糖酱要熬到放到冷水中变硬 如果放冷水中 糖酱还粘臭的状态 则需要继续熬 保持开小火 需要裹糖酱表面的泡泡 都说糖葫芦很酸 可它酸泥裹着甜 糖衣脆脆甜甜 一口咬去就爆汁 太满足了 没有人能拒绝冬天的糖葫芦吧 马上就是西方圣诞节 教大家做一个氛围感十足的花环披萨 不仅充满圣诞气息 而且特别好吃 只需要一次发酵 省时省力 用厨师机三档混合 再转中速档五档揉光 我家这台厨师机 不光揉面块 揉面筒还特别干净 把面团醒发两倍大 醒发的时间 我们把牛排处理一下 抹上黑胡椒盐 橄榄油 放上白米香和大蒜 再放到保鲜袋 挤出里面的空气 用电压力锅的低温料理模式 它的温度时间可以调节 选择57度 时间调制一小时 测试了一下 它的温度还挺精准的 低温烹饪牛排 更鲜嫩有营养 再来准备点自己爱吃的披萨馅料 我用的是黑猪午餐肉和甜玉米 这个面团能做两个披萨 分成两份 揉圆松弛20分钟之后 擀成圆形直径约22厘米 将一个宽口的碗扣中间 披萨酱 芝士碎 玉米粒午餐肉 再撒上满满的芝士碎 拿掉碗中间牛白处切分8块割开 每一片都反折上去 摆上切半小番茄 喷上水 再撒一点芝士粉 无需二次发酵 烤箱提前预热220度 将披萨送入烤箱烤12分钟左右 烤盘放一点自己爱吃的蔬菜 喷上油和黑胡椒盐 倒计时8分钟 放入蔬菜一起烤熟 这边低温烹饪的牛排也到时间了 平底锅放橄榄油 有温加至230摄氏度 放入牛排 两面各煎一分钟 放上香料和黄油 把黄油浇在牛排表面 经过充分美拉德反应的牛排 表面呈焦褐色 放到热盘子里醒5分钟 再来准备点孩子爱吃的意大利面 挤上肉酱拌匀 披萨也烤好了 特别漂亮 牛排斜切成小块方便食用 焦褐色的外表下里面是粉粉的 这样做牛排基本不会翻车 给它们装盘就可以搬上餐桌了 最近爆火的维炉煮酒 我也要试试 用果汁水果煮出一壶卵心的水果汤 酸酸甜甜 果香浓郁 比放的肉桂香叶这类香尿热红酒 更适合饮 如果买的红酒是干红 半干红这种偏酸的红酒 记得一定要放可乐 口感会变软 前几天做了百家德咖啡菠萝酒 也可以拿出来饮用 边煮酒边烤点水果棉花糖 点上一只香薰纳煮 氛围感立刻拉满 玻璃湖里冒着热气 摇曳的烛光 也太适合冬日夜晚了 微卤煮酒 酒精会挥发的多一些 也不容易上头 煮开以后架上烤网 可以一直温着 热红酒混合水果汁 酸甜清爽 唤醒味蕾 与果味融合 口感更富有层次 更有韵味 一边就着牛排披萨 一边品着红酒 浑身都暖暖的 秋冬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 甘蔗汁水清甜 放到微炉上烤一下 烤出了香气 甘蔗也变得松软 倒入红茶水 蜂蜜和金酒搅拌均匀 百搭的金酒 遇上暖乎乎的烤甘蔗茶 顺滑而醇厚 回味悠长 微卤卵深 茶酒卵心 是属于冬日的完美仪式感